欢迎收听见两点,我是生亮 行政长官李坚超昨天上午 去到立法会出席施政报告答问大会 并向议员禅述、施政理念及解答议员提出的质询 施政报告指令将香港打造成国际教育疏楼 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郭宁丽建议 大力对外推动香港中学民贫市DSE 并可带动考试旅游 本人认为DSE民贫市都可以推动香港 成为国际教育疏楼的重要一環 现时有600所境外的高等学校 已经承认了民贫市的资历 所以相信如果推广DSE 不单可以讲我们中国故事 推广中国文化 更可以吸引境外的考生到香港考试 不用有什么想法 DSE当然是一个很吸引的金七招牌 但是要去这步要有一个时间 吸引他们来香港读书 守卫 正如刚才特首回应都说 其实事都一定一步一步做 现在我们急需一个高端人才 所以我见到他今次的政策策略里面 都是主要集中在高端人才方面 希望他们来到香港 我们香港落地生金 甚至在香港建设我们的社会 但是刚才特首在回应那里 他们都说到下一个部分 他们都认同其实DSE是一个金七招牌 可以我们将DSE再进一步 推动去一个国际化 然后跟着令到我们海外的学生 他们可以留学香港 所以我相信在未来的发展里面 我有信心政府可以做到这一步 他希望政府要有一个计划 并找出现时的问题所在 会在同校评局探讨相关问题 施政报告也都提到 设立教师专业发展基金 支持教师专业长远发展 教联会的邓飞希望基金 来列出一些要求 可让教师申请时有一个方向性 我觉得至少两个方向 都是现在的老师 都应该说多务之急 可以做一个专业培训力 重点的两个范肘 一个就是数字科技 或者香港的说法就是数码科技 因为始终这个创科时代 人工智能的发展那么惊吓 所以如何在课堂或者课室以外 去运用数码科技 人工智能去促进教学的成效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现在教育发展的大趋势 如何运用数字科技去促进学与教的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范畴 是值得去发展的 去推广的 另一件事就是学生成长辅导 大家知道 现在的学生 在成长的过程之中 可能有很多情绪的问题 有全人教育去要求我们的学生 也都有全人教育 去要求我们的老师 所以老师应该参与一些相关的专业培训 去提升自己 对于如何辅导学生 健康成长那方面的教育 教学的技能 都是需要提升的